本月12日,英美相关情报部门,抓捕了一名名为布林·琼斯的退休工程师。 该工程师退休之前在罗尔斯·罗伊斯公司任职,此公司为英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公司。当初布林·琼斯在中国航空院校任职客座教授,所以英美情报部门怀疑,其将F-35B垂直起降的技术,透露给了中国。 如此一来,F-35战机将大大失去麒麟先性。F-35B是在美国主导,多国参与下合作研发的第五代联合隐身战斗机。 该机运用了垂直起降技术,同时还具备隐身、超音速巡航等性能。 过去,面对苏联空军庞大的轰炸机群,我国确实需要具备垂直起降技术,对机场等硬件设施要求较小的战机,来进行拦截作战。 英国当时也是希望将药式战斗机卖给中国。38年前,英国宇航公司就特意将海要F-MKE垂直起降战斗机的机体模型和核心飞马发动机,带来上海与我国洽谈,希望促成药式战斗机的出口。 可让人恶望的是,尽管当时我国十分需要具备垂直起降性能的战斗机,但因为英国开出的价格实在太高,我军又是囊中羞涩,最后只能无奈放弃。 当然,后来我国通过民间渠道,也是获得了一架要是战斗机,但在技术上却已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。 如今的F-35战斗机垂直起降技术,对于我国来说,确实是梦寐以求的技术,但要说偷窃技术就完全有点自虚,乌有了。 我们看到,西方媒体报道显示,工程师被逮捕的时间是6月12号,而F-35逼到英国的时间也就这几天。 作为罗尔斯·罗伊斯公司的前护员,这名工程师又如何能快速了解相关信息,并透露出去呢? 最后,西方报道关于我国所谓盗窃F-35战机技术的老套路新闻,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。 早在2014年就有美媒爆出中国籍工程师在美国借助植物之变,窃取了城乡的F-35机密,至于一些其他诸如核潜艇、航母等武器的相关报道,更是不绝于耳,所以我们看看就好,真要当真你就说。